想当普通家庭的生活 今天我们出发去广州长龙 本来是想直接从香港出发的 但香港西九龙到广州拿的高铁票要215 从深圳出发呢就只要80多 所以最终还是决定 今天从深圳直接去广州 又省下了一大笔 我们订的是10点40的票 10点钟从家里出发 12分钟到达高铁站 车费20块 从福田去广州 全程才半个小时 非常的方便 然后从广州南站出来 就直接打车去酒店 20来分钟 30多块钱 我们这次订的是长龙酒店的亲子房 哇 还有个老虎在床上耶 我今天要睡这里 OK 我今天要睡这里 OK 早上太匆忙了 脸都没洗 下午的行程是先去飞鸟乐园 晚上去看大马戏 两点钟我们出来吃饭 工作人员说这个点估计都没饭吃了 那我们就直奔飞鸟乐园吧 他酒店有直达乐园的车 整点和半点各有一趟 坐过来其实也不近哦 需要半个小时 下车先买玩具 弟弟买的恐龙129 妹妹买的狐狸149 两件有七折 哥哥买的乐高158 饮料比外面贵一点 十来块一瓶吧 先把玩具给买了 就不会一路念叨了 一进门就看到妹妹喜欢的火烈鸟 这大长腿果然就是很显身材啊 今天秋高气爽 不冷不热的 爸爸说感觉整个广州市的小学生 都出来秋游了 飞鸟乐园的门票是 大人100 小孩70 我们酒店套餐里面包含了三张 自己补了两张 三点多才吃了中饭 这里消费158 这家餐厅的厨师 跟港科大的厨师 应该是来自同一个新东方吧 做出来的饭都是一样的难吃 让弟弟手捧着鹦鹉 我们拍了一张家庭照 消费50元 孩子们不是特别喜欢这里 所以我们总共只玩了两个小时 是啊 这两只鸟怎么 kiss 我眼前一黑 为什么 鸟就不能kiss了吗 妈妈我想买那个蛇 五点钟回到酒店 发现还给我们送了水果呢 感觉这个酒店比珠海的酒店要便宜 店的酒店套餐呢 还包含了三份自助晚餐 但妹妹不想去吃 所以我就干脆留下来陪她 让三个大卫王去把本吃回来吧 我看爸爸拍的视频 感觉这晚餐还不错呢 七点我们去看大马戏 一到门口 妹妹就哭着说不想看 我也不知道她在怕什么 最后爸爸留下来陪她 我带着两个哥哥进去 毕竟我们三个都是要写小作文的人 这里面非常大 最近应该是淡季 人也不多 我们的票是一等座 感觉这个距离还挺好的 门票475一张 还好后来爸爸说妹妹来门口看了 不然我是真心疼这个950啊 最可爱的是这个动物的巡影环节 感觉他们也挺不容易的 白天努力表演 晚上还得加班 哥哥也挺厉害的 居然抢到了一个玩具 最后这个跳水的环节是又刺激又搞笑 尤其是叫这个观众上去跳 我没想到他还真跳下来了 最后工作人员带着老虎大哥出来羡慕 精彩的马戏就结束了 大家说值500块吗 又好看又有趣 哇形容的更好 还有点搞笑 还有点搞笑